嗨,大家好,我亲家母来了 昨天我就看她很漂亮 睫毛又很长,眉毛又很漂亮 然后我就跟她说你是怎么画的 怎么画这么漂亮 她理都不理我 今天一大早她说她要有一个大工程 我说什么大工程 她说你等会就知道了 然后就把我安排在这里坐着 好,我就坐着,等她的大工程 她主要是你跟我修 你说你看,我的眉毛我新修的 我也没有理你 哎呀,睫毛是大工程 第一次弄的胶水还撒到地上 然后满手的胶水 真的,对爸爸添很久 但是后来就是熟悉了 接一次能保十天了 十天,对,但是可以沾水吗 可以啊,就正常洗脸啊什么的 然后有很多人说你这每天早上还没洗床 睫毛,假睫毛都沾好了 我这不是,有很多因为男生不知道嘛 这个是接的了 嗯,啥都没有啊 有了,丢了 为什么要眉毛站起来了 我有时候会爱美,我也去买啊 去保养,去地方买 好,买了之后哈 用了一两次,就放着了 这样子 然后就放着 天然,你的叫天然,天然美 不像我,不像我那么爱美 然后放着放着 然后有一次,我不是眼睛发炎吗 嗯 然后医生建议说 不要说化妆 他,自从他给了我这个建议 我从此以后就不化妆了 我也是,我也是不化妆 你看我也是洗个脸就好了 那个因为我自己接了睫毛 嗯 所以看起来好像很有妆感 还有一个就是 拍视频,美颜 那个,那个,叫什么 美金一开下去 看着 漂亮了哈 看着 看着每一个都是婴儿肌肤 你知道吗 有很多人都不说 你太阳你皮肤真好 我说,哎 我说,美颜很强大 你们都不知道吗 你不是 拍美颜有个好事 真的不用化妆 对 不用化妆 现在都见光死 哪有不开美颜的呀 但是我 我呀 但是我不开瘦脸了 哦 那些不要 我不开瘦脸 我脸 你知道我一开瘦脸 我脸就没法看了 嗯 我脸就很小 但是在镜头上看着 我脸就很大 奇怪 因为它我们是横平开 横平开的 对 没有拍的时候稍微远一点 就比较真实 太近了 你看我 就拿那个手机对着我那张大脸 嗯 你记得那时候你还说吗 你说 你第一次看我的时候 我妈呀 你脸那么小 你下次能不能注意一点 不要老对着你那张大脸拍 对 有时候不要太近 对 没有 太远了又听不到啊 要你除非你有那个麦克风 我不要 我没有麦克风 我也没有 我那个朋友小爱啊 还没拍视频 那就花三千块买了个麦克风 我说 我说你要做美食节目就可以用麦克风了 嗯 啊对 我是不是要说一下 我有在台湾考过那个 美容师的以及执照啊 之前做柜姐的时候我们都要考 考那个的话 他薪水会不一样 嗯 考过了就 工作也会比较高 那里烤锅了吗 你不看你妈妈是谁 我妈妈是老师的 上看 上 不过第一次拿手给人家打粉底 我应该给你先 我买了那些全部都丢了 我应该先给你敷一件 就是我昨天晚上敷的那个面膜 他会把你的黑条都去掉 我买了面膜 放在那里的号线都还在 我那个是清洁面膜 嗯 好了 你说你那个面膜好用 我改天去买 那个也不贵 三千多 嗯 好 那用很久 哦 那个又用了久了 因为他那个是清洁面膜 你每次就是 头洗脸 洗完脸之后 清水洗脸之后 你就给他 敷一敷 敷个十五分钟 像我一样擦掉 我上看 这东西啊 好了 不要乱讲话 你讲话也没事 对 没有啊 就是讲要用的 哎 作为一个女人 无论什么年纪都要爱美 对 真的 取悦一下自己也好啊 本来我们做 我们生下来就不是为了取悦别人 就为了取悦自己的 对啊 形象 你就看我 一年往 上面花了多少钱吗 每个人追求的不一样 我就是比较爱美 嗯 同意认识我的时候 我就这样啊 你说我不爱美呢 好像有时候还是会爱美啊 哎 你说 但是我买衣服就没有像人家一样说 哎 我要买很 很多衣服啊 很贵的衣服啊 我都没有 我这张脸 对 这东西是自己本身哈 本身漂亮了 穿什么都好看 身材维持得好一点 然后还有就是不要长胖 对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脸 脸不要坑坑洼洼的 不长痘还好 我以前超级爱长痘啊 长了30岁 你有皮肤啊 嗯 我没有 我长这么大 我也没有长过痘 哎呀 我长痘长到不行了 我真的这一辈子都没什么化妆的 以前年轻的时候嘛 说化妆啊 然后又长痘 那个时候我还化什么妆哦 都是擦药好不好 对 然后心想我能够不擦药 就已经很不错了 还想化妆 好 到了30几岁了 然后就 也不长痘了 也老了 也老了 偶尔还是会化 化了化了妆真的差很多 我朋友他们 闺蜜他们都说 哎 没化妆真的看不下去啊 然后化了妆 自己都觉得眼前一亮 所以说他们每天都要化妆 花很多时间来化妆 嗯 我不化 我偶尔化一个 他们还说 哎呀 化什么妆啊 没有主要是你眼睛已经用好了 他们的话 要贴那个假睫毛 一次性的 哎 我从来都没有贴过假睫毛 我以前刷睫毛膏 哦 你没贴过 那个不好贴 我都刷睫毛膏 因为还要看自己的那个眼睛呢 有些人不好贴 因为我本身的睫毛膏就是 我本身的睫毛就还蛮 也还蛮长的 嗯 但是就是我刷睫毛 我为啥不刷睫毛膏了 你知道吗 再怎么样睫毛膏 也是色素做的嘛 嗯 我怕它时间长了 就是一卸的时候 每次我怕气不干净 以后 是不是在眼睛里面 没有 还有一个是色素沉淀 老沉淀了 我下面下面有黑眼圈了 嗯 哎呀 你知道做医美把那个黑眼圈 弄得要多少钱呢 所以我 我就没弄了 我就接了 看得出来画了 看得出来画了吗 嗯 也没有个眼影 嗯 有塞红了 哈哈 啥都没有还化妆 我吃一半个吗 好口红吗 不要 就是啥 要买了你看都没有用啊 几乎没有用啊 把头发 待会儿看你要怎么绑 把蝎子变啊 蝎子变啊 蝎子变不会吗 嗯 蝎子变 不会 就是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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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 我的头发只有两种 一个是上面保一个球 要么就下面保一个球就这样 所以我都不想拉出来啊 为什么拉会拉乱 头发又拉痛啊 嗯 所以我就越简单越好 你看我连刘海都没有用啊 都跟我说要我连刘海啊 我只想头发在这边扰来扰去的 我觉得不方便做事啊 做事 这啥唇蜜啊 好像是 特别去买的发亮的 淡的 我 没有 你也没有 也没有唇刷啊 以前都有 你脱好 我们从来都没有给人这样子擦 我后宫的 不用 现在自己擦 自己擦 自己擦 自己擦完之后 我的命都弄了 假装了 因为出来的话我等于 我给他 大妈头 妈 哈哈哈 我的妈呀 你吓死我了 你看我的东西就很齐全了 好了 我去买了 你买它干嘛 买了 买了一部画 哇 漂亮很多喽 不要不要 等下来看 真的漂亮很多喽 厉害 厉害厉害 厉害 厉害 头发呢 头发我们 真的去拿那个树子去 好像我树子都没有 只有那个钢铁的抓的 你们见过 连树子都没有的吗 哎呀我真的是 女人啊 这样失败 很失败 想想想我都是怎么刷 啊好痛 再切这边 还是就不用了 随便绑一个球好了 对你绑一个球 你连 那个树子都没有 我这个奶奶呀 我都是这样啊 我每天都是这样看 我表演 没活呢 啊 再一个球 每天都是这样 每个呢 越快越好 你看我这种迷人呢 就是这样 每天都是这样 我也差不多了 然后如果说我要披着一点头发 觉得头 稍微折一下背啊 或者是这开起来的 那个的话 那就捧一个这个球更简单 啊 把一个上面一个球 然后底下 都不愿意 相片都不愿意拉出来的 那个我会买一个 稍微有点装饰的 这样 我知道 再一百 对 上面扎一个球 我给乐乐就老这么扎 对 因为方便了 公主头上面一个球 就这样 就这样 我都不会把相比 这时候拉出来 我头发扯痛了 就是简单的 对这样 我妈就像冲天泡了 我等一下 我把我那个 以前拍的照片给你看 我烫卷发 弄刘海 穿吊带 都有啊 而且照片都还有啊 那个好有礼能够有天啊 我之前就是有一次 我有一次在拍视频的时候吧 嗯 我就穿了一个吊带 嗯 然后我看上戏 一下我的身材 嗯 对啊 害得我现在每次 你看我每天都穿得很保守 出门也穿得很保守 要不要三个镜啊 我这样子我上个镜 没有 那脸 看一下 哎呀不算了 不好看 没有画那个 那个 那个叫梅婆来上镜 叫梅球来 梅婆 梅婆来 梅婆来 看我看 认不出来了 你们吃早餐了吗 我们都有吃 我已经搞定了 哎 瑶瑶 嗯 你看这化了妆之后啊 你看嘛 原相机都变好看了 你看 我要不然没那么好看 嗯 好了 这就是瑶瑶的大功臣 有没有改变 有没有变漂亮 有没有给你原味 好了 至于之乐 过年嘛 就这样 拜拜 拜拜